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个唾沫横飞的键盘侠 有人忙着活跃在志愿者队伍中 累得没空吃饭睡觉 为一线的人输送物资 或者在微博上帮忙转发求助的消息 尽一点绵薄之力 有人毫不在意地出门聚会 继续晒自己吃的野味 有人再怎么憋闷 也坚决不出门 做好防护 不给别人添麻烦 有的人看见了恐惧 有的人看见了爱 疫情终会过去 但那些感动 愤怒 共情 不会那么容易过去 一场疫情 算是看透了身边一些人的三观 前几天刚好和一个女生聊天 她不知道 怎么判断一个男人 是不是不错 我笑言 你们聊一聊疫情 基本就能知道 她的三观 她很好奇 我就仔细分析给她听 第一种 怨气冲天行 I know 如果一个人并不是患者和医护人员 却总抱怨政府没做好 这里那里都有问题 而自己又没有什么理性可行的建议 我们并不会对这种人产生敬意 这次疫情 放在任何一个公共卫生条件不错的国家 都是巨大的挑战 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 确实是事实 当然 我们可以提意见和建议 并且想办法去做实事 但如果只是满足于当个键盘侠 对别人指手画脚 甚至是谩骂 对不起 我希望远离你 你信不信 平时喜欢骂医生 抱怨父母和单位的 其实是同一类人 喜欢抱怨和指责 表面上是喜欢挑刺 但实际上是认为 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责任 事情不如人意 都是你的责任 比如小孩摔跤了 只会对着妻子喊 你怎么看孩子的 过多的抱怨和指责背后 代表我们内在力量感的弱 既不愿意承担 遇事也容易逃避 今天一位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场巨大的灾难 代价很大 我们显现出各种恐慌和不安 但这场灾难 是否也提醒了我们的自大和过错 我们是不是病了很久了 而不自知 深以为然 灾难面前 与其花精力挑剔别人 不如把更多的精力 拿来反思自己 可以在当前做些什么 我们的生活 才有可能早一些回到正轨 第二种 负面吸引型 I know 来访者美美 是为修复婚姻而来 她和丈夫白手起家 小家经营得很不错 但美美苦恼的地方在于 她丈夫太容易想 那些不好的事 应酬晚归了 她会非常细致地盘问她 说了一句话 她可以挖出三层她的深意 而且都是比较阴暗的想法 她理解老工成长的过程中 受过很多的苦 才总是从小事上 解读出自己的负面判断 经常误会别人 为了避免矛盾 她减少和老公的交流 可是她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压抑 就拿这次疫情来说 她每天朋友圈和微信群转发的 都是各种阴谋论和负能量 她干脆把它屏蔽了 美美老公这种人 很常见 他们就像一个黑洞 自然而然地吸引负面情绪 跟他们相处 一个字 累 这些人会习惯选择性 无视别人的努力和付出 集中眼光在负面信息上 只看到那些拉低频率的东西 其实 你的心在哪里 你就会主动去关注什么样的信息 看到的就是怎样的世界 灾难会暴露一些人的阴暗 也会彰显一些人的大爱与仁慈 那些负面的阴暗的东西 扑面而来 我们反而更会为人性之美感到动容 第三种 淡定且积极关注 YES 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 要先给那些淡定的人点赞 他们积极关注 疫情的最新消息 却一点都不慌乱 而且还尽力提供一些帮助 这种人 你我身边都有 每个小小的他们 都在这场危机中 发出了光 能做到这样 其实并不容易 前段时间 我在被隔离的人群中 做志愿者 见到了很多非常恐慌的人 他们的症状 其实并不符合确诊标准 但他们还是担心自己的肺变白 整夜整夜都不能睡觉 疫情当前 恐惧情有可原 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正面临着 无法预计和控制的危险 我们担心自己和亲人 会不会被感染 担心感染之后 会不会危及生命 而且很多时候 恐惧这种情绪 根本不受理性控制 严重时 还伴有烦躁不安 焦虑 呼吸急促 甚至休克等生理症状 所以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 一定要要好好照顾自己和家人的情绪 一般来说 如果你遇事冷静 如常作息 你整个机体的细胞是健康而有活力的 比喻病毒的能力也会增强 与其现在恐慌的情绪当中 不如放下手机 好好陪伴家人 感受来自身边的连接和支持 这个时候 不被外界裹挟 而是选择跟真实的自己在一起 第四种 行动且不做局外人 YES 我有个师姐 做公益很多年了 这次疫情 她虽然没能前往前线 但一直在通过公益机构支援一线物资 她打很多电话给一线部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跟踪物流 确保医用物资能够抵达现场 线上奔走在各个支持武汉的群里 解决遇到的实际困难 她只是众多在努力 用自己行动支援疫区的一份子 我们还有更多的医护人员 建设者 志愿者 从世界各地支援着湖北前线 为武汉加油 甚至你我身边很多平凡的人 在不知道的时候 早已为武汉做了很多 这些在灾难中挺身而出的人 真的就是最可敬可爱之人 他们不是局外人 他们是经历者 参与者 这样的人 在任何时候 在任何地方 都会发光发热 用自己的行动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所以 不只是现在这个特殊时期 而是在今后的每一天 当我们遇到问题 遇到危机 首先问自己一句 我能做什么 也许生活 就会变得不一样 行动 行动是一种主动负责和担当 我们从来不是生活的局外人 以前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还不觉得有什么 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 才能真的看清楚一个人 一场疫情 是人是妖 都现出了原形 愿每个人都能心胸敞亮 成为一束不灭的光 照亮黑暗 也照亮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世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多话想说给你听 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 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你不再想让我牵你的手 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 付出很多很多 你也会守着秘密 不肯告诉我 在一个夜晚 依着我的街 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一整夜 和你一样我也不懂 未来还有什么 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 让你的天空只看见彩虹 直到有一天 你也变成我 结束are它 MING PAO CANI 你却找了手掌紧握 脸颊上又牵牵就我 在这一刻我看着你 好多话想说给你听 如果明天你就长大很多 我会不会觉得不知所措 你不再想让我握你的手 每天盼望从我掌心挣脱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 回出很多很多 你也会守着秘密不肯告诉我 在一个夜晚回着我的肩 你是止不住的留了一生眼 把你一样我也不懂 未来还有什么 我好想替你阻挡风雨和迷惑 让你的天空只看见彩虹 直到有一天你也变成我 我会爱上一个人 让你的天空只看见彩虹 直到有一天你也变成了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